强政过后为了向花莲市伸出援手 日本亚非拉团结委员会 以及富士国际旅行社 25号下午个别捐出了5万日元和1万元台币上款 而市长魏佳燕也专程出席 感谢国际各界友人一起用行动来爱花莲 日本亚拉非团结委员会一行14人 25号下午在事务局长项目五郎的率领下来到花莲 要与富士国际旅行社个别要将5万日元和1万元台币上款 交给花莲市公所 再次的感谢我们所有国际的友人 我想非常的开心 他们也特别亲自到花莲来旅游 刚刚也在分享的过程当中 也希望说目前花莲的地震区域平缓 也希望下次能够邀请他们一起来花莲 再来看看花莲的美景和风光 那希望能够带多一点人带动我们最近因为灾后 希望能够復健的一个观光产业 而这笔款项将会捐往花莲市慈爱基金 市长魏佳燕也感谢来自民间团体的力量 甚至是国际单位的散举 都让市民朋友倍感安慰 而振兴复苏的脚步也相当重要 欢迎大家来到花莲消费旅游 记者 许丽琴 华林市报道